至于上个月被大货车给撞翻昏迷 结果紧急送到医院去剖腹声响笑的 这个男婴呢 今天终于是健康出院了 但是呢 爸爸只希望还躺在病床上的 这个妈妈能够赶快好起来 照片上面的全家福 才真正的能够团聚 小小身躯在大人的怀里 刚喝完奶奶睡得香甜 我们帮她准备了一些新衣服 可是因为 在本省有个习俗孩子 都不能全部穿新的 他们有些旧的 对那 他的这个包金就是 不认识的朋友寄来我们家的 对那我们就特 他们说因为他们 他的孩子很大了 那就是希望分这个福气给他 那希望小孩喝油漆 上个月27号 怀孕八个多月的孕妇叶真瑜 在国道遭大货车擦撞翻车 经济破腹生下的男婴 一度生命危急 家人取名红恩 感谢奇迹 母亲仍旧陷入七到八度的昏迷 家人持续带给他孩子的声音讯息 刺激反应 我们也是有跟妈妈提 但是并没有意识上有太大的反应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他还是可以再加油 那我们相信再给争一点时间 他应该意识也是会恢复过来的 小baby出院了 家人赶着带他回家拜祖先 母亲车祸缺养产子 小孩每隔一个星期还是要回诊评估 希望健康无余 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道